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例行赛季第54次先发登场 全场斩获26分 虽然没有能够带领球队拿到本季第30次胜利 还是在比赛进入到上半场第二节时 突破个人在职业篮球运动天地累积得到4万分 现场有18997名球迷见证历史 詹姆斯身高6尺9寸 20次当选全明星 于2003年10月29日在大联盟代表克里夫兰骑士队亮相 在客场对抗加州沙迦缅度国王队 全场上阵42分钟50秒获得25分 他至今已经参加1475场例行赛事和282场季后赛事 他在北美地区的男子职业篮球运动天地 共有14次出场每次至少获得50分 詹姆斯是美加地区男子职业篮球大联盟NBA事业中唯一的球员 在对抗30支大联盟所属球队时 都曾经单场至少收获40分 他从参加联赛以来除了2015到16球季以外 每个例行赛季都至少有一次单场的收获达到40分 詹姆斯也是大联盟现役球员年龄最长者 他在大联盟三支球队效力21个球季之后 场均得分仍然是双倍数 大联盟最近一次有类似的潜力 是于2002年3月年球季 由犹他爵士队10年40岁的组织后卫 史塔顿、John Houston Stockton创写场军10.8分记录 詹姆斯至今在大联盟累积得到的总分 已经跨越39,498分的门槛 这个数字是已经入列篮球名人堂 波士顿塞尔蒂克队前锋百德 Larry Joe Bird和洛杉矶湖人队后卫 抢森Irvin Magic Johnson两人职业篮球生涯得分总和 彭广扬 2024年3月2日